大家好,各位早晨 今天香港是不是应该是圣诞节? 那麽多位就Merry Christmas 首先就看看这个星期哪几位听众 最先进来就抢走这个圣诞祝福 第一位是Coach,第二位是Jason Tam,第三位是Wolf Quark 第四位是冬仔和第五位的Free Drone 恭喜这麽多位 但愿上帝的祝福和圣灵的感应 在这个星期只与刚才那五位的听众常在 恭喜这麽多位 在这个订阅中我看到有Vincent Christopher Poon 冬仔,Jam Tree,Coach 还有L亨,汉海人,陈四叛徒和杜海荣 欢迎这麽多位 那汉海人就说 有没有人看了阿凡达2 可以不可以 好不好看 那这些东西就真的见仁见智 我就未看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当很多人都说阿凡达第一集很好看 我就觉得非常之麻烦 我从来都不觉得阿凡达好看 所以我也没有兴趣 入戏院看阿凡达2 尤其是我也没有细心去搜寻 如果根本是没得选择的 它是迫着我一定要看3D 那就更加 因为我一向都觉得那些3D 根本上就是 那些根本就是 再加上 我看在网上 我看有些 讲电影的那些文章 他又说 他那出戏第二集 有一部分 他是用一个快点的 构限 但是他又不是整齐 整齐出戏都是快点的构限 所以就变了 就是 有一部分是快点的构限 有一部分是传统 就是一般电影的构限 所以 有些人说 看得头昏 我没有看过 我不知道是怎样的 但是我觉得 即使是撇除 那个构限的问题 你要戴着那一件 这样的眼镜 然后看那部电影 看三个多钟 根本上就是 我就很恨3D 所以这些东西我就一定不支持 如果他在戏院那里有一个非3D版本 我也可以考虑去看 如果是3D 我就不可能去看了 根本上就是 那些3D 是真的很昂贵的 因为我最近 我看了很多电影 所以就令到 我说电影的频道 就是 有很多电影 就是 我看了 根本 没有时间说 根本上就是 其实我最近 我看了 因为我之前 Halloween那时候 我打算 看了7出 在那个 Netflix那里有的 那些 Saw 我已经看了7集 我就说了 头6集 第7集还没说 但是第7集 真是难得 真是 真是不是开玩笑 哈哈哈 其中一件 我觉得 真是最愚蠢的 就是 你知道 Saw是什么 电影 就是 那些血声 那些恐怖画面 我之前都没有留意过 他第7集 那些血 是粉红色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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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变得像 Hello Kitty 那样 有没有搞错啊 所以呢 后来 我想了一会儿 我就明白 为什么它是粉红色 我相信 就是这样 他第7集 本来 应该是一个3D电影 我看过电影的时候 他有一些镜头 也有一种3D感觉 就是 他是不合理的镜头 但是 如果他3D的话 就好像有些东西玩 有些东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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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到那个镜头 那里 所以 他应该是 本来是3D电影 那你知道 你带着那个3D电影 其实是影响你 看电影的光 和他的颜色 其实是 我相信 就是因为他要遷就 他那些血 你带着眼镜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 所以 他就把 我猜的 这个全部都是 他就要把那些血 弄了 有少少粉红色 令到你带着眼镜看的时候 你看那个颜色就是深红色 那样 就变成了 现在你在家看 那当然是不会3D 怎么会自己在家戴着那样的 那样的 低B眼镜在看电影 是吧 不可能的 那所以 现在就变成了 在Netflix那里 如果你看 梳第7集的时候 那些 就变成了 他的血 就是粉红色的 好像看 Hello Kitty 那样 因为低B到爆炸 我相信 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真的太低B了 他是 没有必要地 把那些血 变成粉红色 而那部电影是疏的 我觉得 应该 不合理的 完全是 不过Anyway 那今晚是讲 宗教话题 不是讲电影 OK 但是有人讲起 我就忍不住讲两句 OK 不过Anyway OK 首先 我们就是会讲 那个全能神鬼谷 那个节目稍后 我们也会有一些 石鞍膠的见证 感人见证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OK 有些什么话题 我就准备了有两个话题 其实可以 本来是多些 但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 就是我再做一下 研究 应该会好些 所以就不讲 OK 就是关于 有人曾经 就是说 那个死开股卷里面 有中文 Anyway 第一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 就是说 跟世界杯有关 很多那些 教会 又或者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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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呢 看什么 败海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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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那些 有些人说是一个很厉害的AI, 待会我们跟AI 那么多人称赞, 会改变全世界 我们待会问他一些圣经问题, 看看他会怎么回答我们 大家可以想有什么问题, 你想问一个AI 首先我们看了全能神鬼谷 这个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鬼谷 有个女孩,她已经50岁了 她是一个三字教会的骨幹分子 她在1999年6月的时候 有人向她传东方闪电的福音 当时她不接受并且说一些坏东西 她就说 他们是假的,他们是错的 我们千万不要受她迷惑 你知道吗 之后她还持续不断说很多诋毁神的说话 定罪东方闪电福音的说话 她说了很多 她就去到1999年冬天的时候 这个女人她原有的乳腺 她原本有个乳腺增生的问题 后来她去到1999年冬天的时候 这个乳腺增生就变了乳腺癌 她就开始有一边的乳房觉得痛 然后病情就逐步变化 恶化到变了两边的乳房都痛 总之他们知道 她说痛起上来痛得很重要的时候 她是痛到会哭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她依然是不知悔改 她的老公在2000年4月14日 她就突然之间患上胃癌死了 然后这个女人 她本身的病情都是日益加重 有人去探她的时候 看到她是痛不欲生 痛得很重要的时候 她就有时候跪下 她就在床上痛得大叫 睡着又不是 坐着又不是 晚上她是完全睡不到 她躺在床上 就直接是 呼不出气 但是她痛完之后 她都依然在说些诋毁上帝的说话 后来她的病情就越来越严重 最后她两个乳房 就流一些浓水出来 她流出来的水是有一股臭味的 令人嘔心 不知道为什么她会知道 她说她知道 去到2000年7月26日 她就死了 OK 聂绝斯太在这个 这个时刻冲进来 跟大家说圣诞快乐 OK OK 看看 看看 这个就是这个星期的全能神鬼鼓 OK 冬仔说今集没有什么新意 因为我们看了这么多 其实很难有新意 因为我们已经看了 我想应该有两三年 每个星期看一篇 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很多 我相信我们本台的听众 应该就是 我不知道 我相信我们看这些全能神鬼鼓 是多过全能神的信徒本身 我相信是这样 是吧 Anyway 刚才我去揭摄基督教论坛 报 看到 他有一些文章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其实不只是他们 但是他们说得很好笑 我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大家一起看 看看 搜索 搜索 这样 对了 对了 有两篇我想和大家一起看 这个是其中一篇 我们先看一篇 基督教论坛报 这个应该是台湾 基督教论坛报 这里有一个专题报导 我相信 不只是基督教论坛报 有这样的文章 我相信在世界杯之后 那么多人谈论 当然是很多的 港导 又或者茶经 灵修分享 又或者文章 阿历布 都有一些相类似的言论 但是 但是 我觉得这是有一些代表性 OK 那么 那个 其中一个 他就说 法国明日之星 没有八倍 是低调的基督徒 两届世界杯入球 超越球王 比你24岁之前的记录 OK 他的内文 他就说 我想连续他说他基督徒那一部分 我直接搜寻基督徒 基督徒 没有八倍 我想是台湾的翻译 其中一段 他就这样说 承认基督徒 但是比较低调 由于在球场上的表现亮眼 他的社交媒体有很多粉丝 在Twitter有差不多千万粉丝 在IG有七千多万 他得到的赞助代言 都极为可观 收入很高 并且是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 他的父亲是基督徒 他的父亲是基督徒 母亲是穆斯林 他的父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信仰 他本身是一个基督徒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但是他就是比较低调 他说 有很多人 采用一些有信仰的球员 当他入球 他会在球场上 有一些有宗教意味的庆祝方式 但是他就不会这样做 如果有人落于展现 就是他的选择 他觉得都需要尊重 但是他本人就是很低调 所以他的主题 他说他是一个低调的基督徒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 通常来说 你说一个人的见证 你很少是会 就是 赞他是一个低调的基督徒 因为通常 那些人教人 要做一个见证 或者做一个基督徒 那当然是要高调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 会赞一个人 他做基督徒 他做得很低调 我知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 我觉得这个百分百 我觉得他这些文章 就是成功神学的一种彰显 根本上就是 他之所以会选这个人来写 百分百 就是因为他的名气 是因为他事业上面的成功 就是他是一个球员 就是因为他踢球很厉害 就是踢球的时候表现很好 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事业 就是完全是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就是找他来说 低调的基督徒 就是这样 就是没有可能 就是我没有见过人写见证 就是会 就是会是 就是会是一个 就是当是一样 positive 的东西来说 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没有见过有人赞一个基督徒 就是做信徒做得很低调 然后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一个很 就是你看看那位球员 他是一个很低调的基督徒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写 你知不知道 哈哈哈 因为这样都有的 就是这个 这个一定是 是吧 那为什么你不写 你不写那些高调的基督徒 是吧 你写一个低调的基督徒 这个就是就是因为 因为他在球场上面的表现 就是这个和他的见证是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是吧 那另外呢 另外一篇呢 那当然是 又会写梅西 是吧 那他又 他又怎么说呢 就是说梅西 那就是 我 我都不需要 看他的内文 那就是 但是他那一个 就是他的 他的title 就说 圣经是最爱 但是 现在 亚根廷队队 梅西 就是把 成功 就是归上底 他小时候 就患病 就是生不高 那现在呢 他就是被推崇为 最伟大的 球员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 我都 就是 就是 我都 就是 不跟他去考究究竟梅西是怎样的信徒 我只是觉得那些球员 你不能够看他如何庆祝入球的姿势 例如双手指天,然后就说他是信徒 然后就说他是信徒,我觉得这些没什么意义 好像马亚当娜那样 你知道他的私生活是怎样的,他也是这样庆祝的 根本上就是,有什么点呢? 我对梅西来说,作为一个很出名很成功的足球员 他的私生活是超级检点的,已经算是 但是 但是 我都对过一些教会,或者这些 基督教论坛报,这些报章 只是温馨提示,只不过是 一件事很简单的可以查一下 你纯粹是查一下 他是什么时候结婚 他那几个儿子,多少岁 你知道 那你就知道 他根本上就是 生了,我没搞错,他应该是两个儿子已经出了生 然后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他才结婚 根本上就是 对我来说,这些当然是没问题 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 对于 这些 拿人来抽水 当他是一个良好见证 讲到怎样包养 例如这个基督教论坛报 你对于 婚前性行为 又或者未婚产子 这些议题 你有什么意见呢 究竟 是吧 当你 拿 人 拿来当一个见证 这样讲的时候 是吧 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些东西呢 你究竟 是吧,这些东西 根本上就是很容易查到的 是吧 他也不是说有什么隐瞒 只不过是你抽水而已 是吧 所以我真的是 我觉得这些是没什么位的 我觉得是一些没内容的见证 我只不过是 其实有很多的足球员 他们不是低调的基督徒 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 真正是有信仰的人 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些报章 根本上就是 不会写的 因为他追逐的 不是一个好的见证 他们要追逐的是明星 他们要写的 他们不是真的想写一个见证 他们是想写明星 他们根本上就是 是吧 东仔 他就立即帮我们问 Messie的儿子 是2012年出生 Messie就是2017年才结婚 我只不过是温馨提示 我本人不觉得是有问题的 OK 但是 难为呢 如果 如果 看到 约记录教论坛 报 又或者香港 其他的教会 突然 思想变得这么开放 那我都乐于见到 是吧 我都乐于见到 但是呢 我觉得 一些 比较 我觉得 一些比较 那个 那个立场 就是 比较 保守 那些 机构 或者教会 那他就应该 站 站稳自己的立场 我觉得 他们应该 直接出了一篇文 以正时听 提到 Messie 就是 他 未婚产子 有大量的 婚前性行为 是吧 就是 要 就是 未婚产子 说回事实出来 可能要谴责他 我觉得应该要谴责他 说回清楚 虽然是求王 成为一个 greatest of all time 就是做了一个goat 但是 婚前性行为 都是不可取的 我觉得 例如明光社 那些 他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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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事实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 没理由这些事 是要等我来说的 对不对 这些应该是由一些 立场保守的那些人 就是由他来 来处理的 对不对 为什么要由我来说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 对不对 Alright 那么 就是 就是这样 但是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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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纯粹 就是觉得 不好 我觉得是 对不对 就是那些人写这些 是 就是 可能 吃着个小 就是有些似 好像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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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L 他们 拍的那些片 或者写的那些文字 其实 他们是追逐着一些话题 去到 讲 或者 写 例如 他打开个Twitter 他看看 他在 trending 他有些什么 题 他说的那些题 就很自然 就多些人看 对不对 就是 那个 搜索 engine 又或者是 就是 例如你放在YouTube YouTube会 推荐一些 什么 这样 他trending 那些 特别的题 很自然 就会 足球率高一点 他考虑这些 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没什么意思 他写一些 真正有内容 那些的见证 我觉得是更加有意思 因为这个世界上肯定是有很多 职业足球员 是有些 很好看的见证 可以写的 你需要写这些 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他纯粹就是因为 那个人 那个名 是一个trending 就是一些 就是那个key word 他想着 你写梅西 一定有人终进来看 这样 但是 那些人进来看 他 都不是真的有什么 内容 这样 我觉得 没什么意思 其实是 对不对 东仔 就是 他说 觉得用名人来到宣传 基督教低级 搞得好像 将那个基督教商业化 是吧 都很难避免的 是吧 但是 就是 我不知道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 我觉得 是吧 对不对 等下我们回来 和 ChatGPT 玩游戏 大家可以想 你有什么信仰问题 等下我们一起 可以问一下 现在听首歌 等下回来 听一个 石安膠的美好见证 欢迎各位 继续收听 今晚HoutinLive的 直播节目 欢迎各位 直播节目 欢迎各位 继续收听今晚HoutinLive的 直播节目 我们的网页 看到他有一个 生活见证 讨告解决WiFi问题 那时候我已经说 很想看 究竟他说了什么呢 他这个见证就是这样说 大家听清楚 很短 他说 今天 需要用一个电脑来进行侍奉 但是那个电脑 就因为那个Windows系统更新之后 就出现问题 好像 Blue Screen 我估计他可能 Windows 10 更新完之后就出现问题 不能够连接任何网络 WiFi 或者是手机热点上网 搞到整个早上 搞到下午 都还未能够解决问题 我试过用以往能够成功的方法都搞不定 于是我就祷告神 就是说 让那些 拦阻我侍奉的攻击 我求神将那些攻击 挪开 是吧 撒旦 撒旦 他又一条路迈来 要从七条路逃跑 我在当刻 祈祷神 就差派天使天君来帮我争战 然后感谢神 我赢了 即刻上网 电脑上网系统即时回复正常 能够连接WiFi 感谢神 感谢主 荣耀 重赞 归与神 你不要以为 我在路作 他真的这样写 大家一起看 他真的这样说 他的WiFi坏了 是吧 祷告神 是吧 那就 撒旦 从一条路来 要从七条路逃跑 我祷告神 猜派天使天君来争战 是吧 就终之 就是 主耶稣好东西 是吧 就是帮我猜派天使天君 打赢这一场的WiFi之战 是吧 哈哈哈 哈哈哈 OK 哇真是厉害的 我们为这位 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 我们为他 感谢神 是不是呀 是吧 这个是谁 这个是谁 这位 有些人叫他做善文 这位应该是一个姐妹 善文姐妹 很多人留言 感谢神 支持善文 感谢神 感谢神 OK 感谢主 是吧 大家都是一个感谢的心 是吧 能够亲眼看着 上帝 派遣天使 派遣天君 是吧 可能派那些 什么 米基勒 什么天使掌 什么 猜派他们下来 弄回那条WiFi 如果不是怎么侍逢 是吧 OK 那 畢竟是圣诞 我们再看一篇 看多一篇 因为刚才那篇短 虽然内容很精彩 但是 我们再看一篇 这个就是一个加薪见证 就是一位叫 保华的姐妹 就是写的 他说什么呢 在那个 在那个疫情肆虐底下 去年公司 取消派发花行 加薪幅度 真是惨不忍道 加上 极大的工作量 都令到 很多人 蒙生退役 想着转工 我有很多次 向师傅查询意见 并且 也有 祷告神 求他带领 一条出路 但是一直以来 都没有感动 说要辞职 于是 我都尽力完成日常的工作 今年在公司 其实也有很多变动 公司高层也花多些时间去了解我们的工作 其实 有变相要花更加多的时间开会 但是 感谢神 感谢主 上帝也令我在人前蒙恩 每个礼拜在不同的礼会 从来没有出错 也得到上司的赞赏 我知道这些不是我自己可以做到的 因为我是一个绝口笨舌的人 但是 倚靠神就是 凡事都能 今天 Timpact就通知我加薪 我真的很恶然 因为以我所知 公司只是在1月 和6月的时候会作 申酬调整 所以 我从来没有听过 其他日子会有申酬调整 他没有想过 他之前 花红取消了 加上加薪幅度 是惨不引导 所以其实他不是赚了 是加薪延迟 因为他延迟了 他延迟了加薪 他说几乎没有听过其他日子 所以 这次 加薪 新福调整 肯定就是有神参与在里面 所以是感谢神 给我在经济上的祝福 是吧 我们 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 这位姐妹 很难叫她 Iko Iko姐妹 恭喜Iko 是吧 OK 恭喜 OK 我们 看看 OK,我们来玩AI好吗 有没有 有点 让我分享这个视频 分享 这个 对吧 不是呀 按错了 这个才对 OK 让我弄它大一点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问 首先 我先问他 现在我叫他帮我回答一些信仰信伤的问题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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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英文题 曾经有听众这样问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inity 你怎样理解三位一体 Do you believe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Do you think That love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In Trinity 他说在三位一体 在三位一体里面 爱 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元素 这样 OK 看看这个 AI怎样回答 为什么不回答我 可能开太久了 不要紧 再来 OK 看看他说什么 就是他说 那个三位一体的教义 是一个Christian belief OK 他在不回答里面 他说了很多东西 OK 他说 他在不回答里面 他说 首先 他有个简介 Trinity 是什么 Christian belief 就是 神是一 但是 Exists as three distinct persons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这样 OK 他说这三个是coeternal 和coequal United in one divine nature 他这些不知道在哪里抄回来的 在网上 OK OK 然后有人问他 刚才那个人问他 Do you believe the doctrine 他说 I'm an AI 我是一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o not have personal belief or opinions 会不会太小 OK 让我弄他大一点 他说他没有personal belief 他只能提供 information OK 他说 Love is often considered to be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the Trinity OK 他说在父子灵之间的关系 就是用那个的爱来维系 例如 父就爱子 子就爱苦 那 那个 圣灵 就是那个 父与子之间 那个的爱 OK 那就是 这样 OK Delete 他说有人 有人 post link answered already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不是我的影片来的 原来我有回答过 为什么我不记得 为什么我不记得 Anyway 那就回答了 OK 东仔 东仔 他就问 Where is my money 这样 我想我们focus 问那些 信仰问题 不要问那些 不是信仰的 OK 看看 其实这题 他问中文 但是 但是他跟刚才那题 就差不多了 他说你是否新教徒 不如直接说一下 你信不信三为一体 这样 这个是同一题 我觉得不用重复了 好 那我们测试一下那个AI 会不会回答一些 广东话的问题 谁发明原罪的概念 有意思 他也能回答的 他也有中文 为什么它 它描 为什么它描简体字的 请用 繁體字回答 算你了 他現在真的 用繁體字來回答 阿亨亨說可不可以上連結 這個chatbot 可以 好像要整個帳戶 但是是免費帳戶 算你了 借你的肯定 他說原罪是基督教會的重要概念 他解釋了人類為何會有罪惡和苦難 為何需要救恩 這個概念是在公元前三世紀 由希臘哲學家奧古斯丁 奧古斯丁算不算是希臘哲學家 可不可以歸雷哲學家 我有些疑惑 我有些疑惑 這些我不是很熟悉 看有些人回答 看有沒有人回答 奧古斯丁算不算是希臘哲學家 可不可以歸雷哲 還有其他教會教父提出的 他們認為 人類在創世紀裡面的祖先亞當夏娃 在上帝禁令下犯罪 這樣嗎? 這樣嗎? 讓我問問他 他是 是 奧古斯丁 他不是奧古斯丁 他的名字是奧古斯丁 應該是這樣傳名的 他自己回答自己 他在上面就說希臘哲學家奧古斯丁 然後我下一句問他奧古斯丁是不是希臘哲學家 他就說no he was not a Greek philosopher 他自己回答自己有沒有搞錯 他是一個Christian Theologian and philosopher who lived in the Roman Empire OK 是不是一用殘體就馬上給錯誤的答案 其實我試一下用中文文去問他 看看他會不會答別的東西出來 好 奧古斯丁是否希臘哲學家 What? 為何中英文不同 搞錯了 中文和英文是不同人 他還說公元前四世紀有沒有搞錯 怎麼是公元前四世紀啊 公元前四世紀的基督教 那麽搞錯 怎麼還在公元前有基督教 這麼 note Mate 大哥,大哥,公元前 公元前哪有基督教啊,大哥 算了,我想他中文真是廢廢的 但他這個回答真是蠻可憐的 等我先截圖,怎麼搞的 截圖 先減掉他 我想他中文是差很多 可能 但我也不知道 但他所說的其實有點類似 例如他最後一句 例如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自白、上帝之城和三外一體 他英文其實就是那句翻譯 Some of his most known work, most well known works 有confessions the city of God to my on the Trinity 是吧 看見他 漢凱仁說用英文問同有問題 剛才我問了 他英文回答是ok的 他沒有說 他用英文的話就說他was not 他不是一個Greek philosopher 他的年份就正確 第四五 公元後 四五世紀 但他中文就說他是 一個希臘哲學家 公元前 公元前的基督教神學家 我想他 哇 他中文也是 他說 你很謝謝你的問題 我沒有問他 他以為我正在問他的 但他這段 這段也不對 他說基督教是一種建立於 耶穌基督的生平 教導 和實現的宗教信仰 耶穌基督是公元前四世紀 耶穌基督是公元前四世紀的一位 猶太教預言者和教師 然後在公元前三十年左右 就是公元前四世紀 他非常錯 公元前五世紀 公元前三十年左右 出生於 OhMy God 這件是CAPTO的 這件是CAPTO的 這件是CAPTO 好笑喔 這些真是 不說得少 我剛才有問過他關於梁煙城那些 我問他什麼 好像剛才我有問過 梁煙城是不是一個有學式的學者 這個是梁煙城我們不知道的新一面 梁煙城是一位著名的中國哲學家 他是中國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梁煙城是活躍於公元五世紀 至到公元六世紀的徐朝時期 他是當時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 梁煙城對於中國哲學的貢獻非常巨大 他曾經讚寫許多關於哲學政治道德和社會的著作 並對中國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被譽為儒家之父 是中國哲學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 話題是關於HK 怎麼連essen到? 他們真的不能堅持 我刚才有问过,梁烟城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联,试试问 梁烟城与共产党 耶路显说,瑜伽之父竟然不是孔子 现在要学习了,学习了 我能不能给他一个赞? 他活跃于公元五世纪的随潮时期 看他怎么回答 梁烟城与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也挺懂得说话 他说为何梁烟城与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共产党是一个政党 成立于20世纪初的中国 并且在1949年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为唯一的执政党 相反梁烟城活跃于公元五世纪至公元六世纪的随潮时期 所以两者之间隔了一千多年 所以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觉得 我想问他 我想问他觉得林以乐的元宇宙教会有没有前途 他说他是一个人工智能 没有意见和主张 他可以提供有关林以乐的元宇宙的信息 但无法评估他的前途 他说林以乐是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翻译家和哲学家 他生于1895年并且在1976年已经去世了 他提出的所谓元宇宙的概念是一种哲学思想 就是指在描述宇宙的本质和人类的地位 林以乐的元宇宙观认为 宇宙是由一个无限不可思议的元素所构成 并且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 林以乐的元宇宙观 在20世纪初期是受到关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 他说得对 他说得对 他真是够了 他的中文写得不错 但是他的中文写出来 是完全不合理的 他说那些东西 但我觉得他很好笑 他说那些东西 他真是够了 他真是吹水 他说中英文名不同 他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人 但是这个也是 我相信这个 这个无论是什么人 是不是林以乐 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人 他也应该不是说过 有个叫元宇宙的概念 应该 应该是 对吧 对啊 可能是林以堂 林以堂也没有说过元宇宙 应该 应该 让我搜索一下 不要再 不要再听他说 OK 林以堂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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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 对吧 林以堂也应该没有说过元宇宙 应该 为什么他可以 吹水地说到那么多 关于元宇宙的东西 然后说到完全错了 对吧 什么 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 不知道他说什么 那之前这个 这个是谁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梁烟成 这个是谁 这个是谁的名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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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狗说的 他都是 亂来的 真的 对吧 嗯 OK 我想 用英文 问他 他 问他 他会好些 嗯 我問他有沒有聽過 我問他有沒有聽過 我問他你知不知道 Do you know that there are Chinese symbols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我問他有多聰明 音不到他 音不到他 他說 Dead Sea Scrolls 是 Jewish Text Discovered in 1940s It is not known to have any Chinese symbols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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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Neil Altman 因為有一個人叫Neil Altman 他在一些很有名的報紙上 多倫多的報紙 波斯頓的報紙 他寫的專欄 或者比較大篇幅的文章 在那裡說 在死海古卷裡面有中文字 在死海調查 所以如果他那個AI 純粹 他這個答得不錯 他說 我滿意他這樣回答 這個就不錯 T Chen 同一題問題用中文問 這樣問他 看他怎麼回答 他都答得對 他都答得對 用中文 音不到他 音不到他 C K Sir 想我問這個 Do you know Massey is Chinese Immigrant? OK 我幫C K Sir 潤式英文 先問一下 Originally Named 梅建國 等一下他怎麼回答 No that is not accurate No that is not accurate He is not Chinese Immigrant And his name is not 梅建國 他都懂些東西 他都懂些東西 我們給個讚好嗎 我們給個讚 讚 Good answ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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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剛才有人問 有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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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reliable OK 我們問這個 Are you reliable I am designed to provide accurate 他都聲稱 I am designed to provide accurate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OK 對呀 漢凱人 他說 那些資料不update Messi在打PSG 不是Barcelona 對呀 He currently plays for Barcelona 對呀 True 有些少少 Outday 而且Outday很久 他都不是最近轉會 轉了很久 他已經 HiHi 多謝HiHi 他的贊助商留言 如何證明 How天不是Bot 我想他回答不了 他真的回答 他真的回答 但是他有一些建議 看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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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Reach out 即是跟我有一個 直接接觸 那他也有個回答 他也有個回答 OK 看看還有些什麼 先 看看有些英文問題 有些英文的問題可能會更好 可能他會處理得更好 T-Chan問Peter-Anse是否一個Heretic 他大概知道Peter-Anse是甚麼人 T-Chan問Peter-Chan問Peter-Anse是否回答 他真的在回答 他說 在猶太教中,事師、祭師是三個不同的社會職業 事師是法律顧問和教師 負責傳授法律知識和解釋猶太教律禮 祭師是負責管理猶太教堂和祭祀活動 並且負責為教徒祈禱和施放聖餐 施放聖餐 先知是神的傳訊者 指派全港神的話語和預言未來的事 這三個職業在猶太教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並且在猶太教史上都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謝路美想問耶穌何時會回來 請問耶穌當時會回來 另一些人相信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 耶稣的第二次来的时间 不是在人知识以外 他说是不帮助,也不产生的 去猜猜究竟会什么时候发生 OK? 我想这个AI只能跟他玩玩 他里面的资讯 他有时候会不对 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不对 所以基本上是信不过 他说他是一个AI,不可以做我的宗教领袖 不可以做一个宗教领袖 他说只能提供资料和答案 不可以做什么 最好笑的就是梁烟成已经死了 我觉得那里最好笑的就是梁烟成已经死了 我試一下用英文來問他 我就是問他Whois 然後用英文問他,他回答不了 沒有,他回答不了,用英文問他 用英文就回答不了 他不會靠天狗 哦,可以問這個 Has Noah's Ark been discovered there have been many claimed discoveries of Noah's Ark over the years but none of these claims have been widely accepted as credible by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沒有 就是 他回答的英文是寫得很流利 但是那個資訊就是一般 是吧 還有什麼問題可以問他 oh what a mole 可以 就是 可以 感谢观看 他的回答好像很正确,但当他不是在回答时,他就说得很正确 他通常是这样的,当他真的提供信息时,就有点危险的感觉 我那边已经10点了,玩够了 今晚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转回画面 今晚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最后就听一首歌,下个星期是多少日? 下个星期是31日 下个星期就,等我计算一下,下个星期可能 我想下个星期可以说,可能是全年我最喜欢的那些电影 或者回顾一下我玩的什么游戏 全年回顾的那些题目 可能应该也是一个烤天呆的题目 我估计 但不管怎样,那就这么多了 先选一首歌 让我们在哪里 烤天了 在这些东西 中飞下